遠景晚間巡邏 發現一輛多元計程車沒開大燈 上前盤朝駕駛 但後座的乘客似乎很可疑 明明眼前就是一名男子 他卻說自己其實是女生 做完變性手術 連聲音都變低沉 你是女生還是男生 我是女的 我變性 真的 那有辦法證明嗎 因為你連自己生日都不知道 不開可能吧 因為就算你出車禍 你每年應該有過生日吧 遠景半信半疑 男子還想繼續騙 沒有 我全部大疹過 真的 正系 對 有手術的痕跡嗎 沒有 我都用好 因為我都有在保養 實在是越講越誇張 28號晚上11點多 桃園警方巡邏攔查一名男子 他為了隱藏真實身分 現在是說自己做過變性手術 又沒帶身分證 連手機密碼都不記得 編了一連串謊言 還是騙不過遠景 最後被查出這名24歲 湯姓男子 因涉犯詐欺等案件 目前遭到法院通緝 發現該名乘客 有因他案遭到通緝 當場接窗該男子的謊言 為了躲避查氣 連變性手術都拿出來當藉口 但他的聲音和外貌 已經讓自己露了線 TVBS新聞 廖宗清黃金芬桃園報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